我看到有个人骑了一个摩托车,快速向我过来,好像给我送了一个快递什么之类的,一个快递单,一个信封这样的快递,一个特快专利这样的快递单拿给我,我就接手接了一下,哎呀,我想还没睡,还没真正睡,进入睡眠状态呢,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是那个今天早上三点零九分,三点零九分的时候,做了个梦,我刚睡下去,我以为是刚睡着呢,这下应该三点零九分应该睡了一段时间,感觉有人给我送了一个,那个平时的特快专利,一个单子,一个人去的摩托车屋来,有人给我,应接了,送给我, 正式给我递过来,正式给我递过来,正式给我递过来,那个叫死亡通知单,一大点给我送给我,送给我,就是那个,现在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,已经空难了,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,现在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,已经把那个单子递给我了, 叫野蛮,可能野蛮那边送来,反正,请了一个,请摩托车的人送过来,送过来,告诉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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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说有机会的时刻,帮了他们代发一下子,帮他们代发一下子,带送一下子,送到野蛮发出来的那个通知室, 要告诉他们代发一下子,要告诉他们一下子,告诉他们一下子,所以已经表明那些人正在歧视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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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么一个事,好,那么我来重新说一下子, 这个木呢,是早上凌晨三点零九分的,现在已经到了那个下午,十七点十一分了,因为那个早上的时候,一上来就,头痛吧,领排出来的,告诉我是在那个一百二十,一百二十公里以外,在一百二十公里,就是那个,那个遗体啊, 实际上是连贯的,但是我没有一上来就排这个,没有一上来就排这个,这个梦,后来呢,就在此前呢,我又排了一个那个头晕的时候,告诉我是一百二十公里整,一百二十公里整,现在又给我一个信息啊,那就很明确的告诉我,是,今天告诉的就是那个方位啊,遗体方位,好,知道了啊,好,再见啊,再见啊,再见